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是在俄罗斯的叶卡杰林堡 这座城市就是以俄罗斯的女皇叶卡杰林纳伊氏名字命名的 始建于1723年 差不多有个300来年历史 这是伊赛特河边上 这河边上有很多的野鸭子 这野鸭子都不怕人啊 我站在这人家搭理都不搭理我的 真是不怕冷啊 也不过他们钻到水里啊 人家就零度啊 外边还零下5度呢 我就这样子喝个饮得了 来过来过 早上是去看那个亚欧的分界线那个界碑 现在呢是准备在市里逛一逛 先去那边那个教堂 那教堂蛮有历史的 可能是冬天的缘故啊 这座城市显得非常的安静啊 湖外的人少啊 它这个河啊冬天肯定结冰 至少这一边你看 已经是冻住了的 我们现在走路去那边那个教堂 滴雪教堂 这那是个音乐厅啊 你看那边还有一个飞天 俄罗斯的飞天 它这边的雪啊是越下越大了 我倒是希望它下那种鹅猫大雪 让我体验一下 反正我明天就走了 从这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啊 想要坐火车回中国真的满费钱的 就觉得比飞机票贵很多倍的 因为我每一次坐火车吧 买卧铺吧 尽量的都是买四人间 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车上睡觉那种 你要说住六人间 睡不好的有可能 所以说我明天晚上 那又离开叶卡吉林堡去新西伯利亚 18个小时 我到时候给你们统计一下 我到底需要多少个小时才能回去啊 这次是有18个小时 票价很贵啊 一个四人间的上铺就差不多人民币500块钱 现在在我们眼前呢 就是叶卡吉林堡最著名的一座教堂了 叶卡吉林堡祝圣堂 前面呢我在圣彼得堡 那时候参观俄国沙皇的东宫 那时候我就说 哎呀这个俄国沙皇的这个宝座不好坐呀 你看这个末代沙皇 尼古拉二世 全家呢都被秘密除绝了 就在这个位置啊 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教堂啊 就是 十月革命 是 1917年 1917年 然后呢沙皇一家人呢就被转移到了 叶卡吉林堡 一家什么厨师啊 医生啊 仆人啊 十一个人 就全部就秘密除绝了 最后呢那栋房子是在1977年的时候拆掉了 在这个 紧接着呢就是过后在这个圆址上修建了这么一个教堂 来纪念这个历史事件 这有一个雕塑作品啊 末代沙皇一家人啊 尼古拉二世抱着自己的孩子 上去看一下 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啊 这个结局太惨了 他们不但被处死了 而且还被肢解 最后呢 又随便找了个地方 混合着11个人的尸体啊 随便埋了一下 这确实很 进去看一下 这什么意思啊 游客请注意 旅游公司被禁止在寺庙中进行游览 并且在没有与宗教组织达成协议情况下 禁止有组织的游客进入 哦 那我是没组织的 这底下应该是一个 展观吧 这位就是尼古拉二世 末代沙皇 还有他的家人的照片 这边有很多皇室的照片啊 挂了好多 这是皇帝和皇后 他们一家人 就这栋房子 伊帕基耶府故居 沙皇一家人 就是在这栋房子里被囚禁着的 1977年 拆掉了 1918年 7月17日晚上 这沙皇一家人 包括医生 厨师 服务员 11个人啊 都被处决了 都被处决了 至于是谁下的命令呢 这就无从知晓了 有人敢做 反正没人敢当 因为这可是大罪 因为这可是大罪 这没办法呀 遇待皇冠 避臣其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